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石头评述 在整个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 王立军 薄熙来 现在到了周永康 我发觉英国人感兴趣的程度越来越浓厚 而在英国的媒体当中 金融时报这一次的特别卖力 分析的非常详细 而很多内幕确实也被他给递了出来 最新的我们看到就是说温家宝想平反六四 这是英国的金融时报披露出来的消息 我就一直扎么说为什么 突然想到一点 英国的金融时报在金融行业当中 经济领域当中很有号召力 很有信誉 那如果他盯在中国的这种大的政坛的变动呢 他肯定意识到一点 中国的体制 这种独裁的体制 他政治上的风险是任何其他国家比不了的 那是第一位的 而中共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之间的打斗 公开化 那就意识着整个中国的经济真实的一面呢 可能会展现给大家伙 有往里扔钱的 有往里扔人的 有想到那淘金的 干什么的都有 但这个时候如果金融时报紧盯 把真相披露出来 无外乎就劝大家伙 投钱的 你就把钱要开始 要现金 你就给弄出来 投人的 你就不妨回到海外 回到你自己的国家歇两天 因为这地方太危险 您说是不是能这么理解呢 网上有篇文章 又是金融时报报的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访薄熙来北京豪宅 3月23号 星期五 英国金融时报说 在北京一个最繁忙的购物中心的背后的小胡同里头 已经被革制的中共领导人薄熙来的住宅 在这个豪宅里面至少装了三个摄像头 高高的石墙上面有树枝炸了 北京胡同我们说了 咱石头也是北京人 我们讲一直讲一个说法 为什么北京的小道消息在胡同里穿来穿去 比那街面上的准呢 北京有头有脸的人 当大官的人都在胡同里住着 他不去住高楼 金融时报的记者挺实在 上去就敲门 敲开了这个豪宅的门之后 问可否与薄熙来 古开来和薄大公子薄瓜瓜聊聊 开门的是个军官说 他们不接受采访 你不能在这采访 走开 老外傻乎乎的就敲门 有的时候比咱北京人 比大陆人来得很直接 你上这得亏是老外啊 要是北京人敲门 嘿嘿我想跟薄大公子聊聊 不给你抓起来 其他人会说 哥们你今儿早上喝了 吃多了 吃拧了 吃麻花没消化 在肠子里头拧着呢 你敢敲他们家门 北京人一定这么说 这英国人实在上去就敲 说聊聊 你说能聊吗 文章接着讲说 身穿制服的军官 在薄熙来的家里的出现 可能真的意味着 全家已经被抓捕了 当然也可能说 这位军官只是 中共高级领导人的警卫人员 你怎么理解都成 富强胡同 是当初这个赵紫阳的住宅 咱离那比较近 富强胡同里头 都是当兵的 有一点事 节假日啊 外头就弄俩这个便衣站着 您说他是保卫呢 还是给他软禁呢 您怎么理解都成 反正就是当兵的 在他们家的 文章讲说 正是因为官方媒体 对这样的事情 没有任何的报道 没有任何的消息 自然就会造成 所有的流言 来填补这样的真空 北京城内 关于尾随政变 和暗杀的说法 到处泛滥 与此同时 共产党的官僚机构 和党务机构 完全瘫痪 不能提供一点点信息 就连环球时报 都发出这样的社论 社论当中说 整个中国都在等着党发言 我们希望他们 可以尽早的下结论 我们越早听到权威的声音 公众才越有安全感 这个说法就很特别了 这是星期四环球时报发表的社论 如果这样的说法拿出来的话 也就可以理解成 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打斗 完全到了一种 白刀子进气 红刀子出来 顾不上下面人了 顾不上下面人了 他才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整个中国都在等着党发言 党出不了声 是不是这道理 党出不了声 那整个中国就失去了方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不知道抱哪条腿 对吧 腿都彼此下半 腾不出空来 伸不出来 所以你就看不着腿 看不着腿 你就抱不着腿 抱不着腿 中国就失去了方向 大家从独裁的体制的 这种报道当中 我们都能感觉到 这种深刻的无奈的内涵 唯有独裁的体制 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那在这篇文章里还提到说 几乎所有的分析家都认为 当局把薄熙来这件事情 拖得越久 对他的裁决 对他的情况 可能就会越糟 而公众就越会推测到 整个领导层发生了分裂 如果我们所有的人 普通中国的老百姓 都知道这样的传言 都知道这样的事情 大家尽可能的都翻墙出来 想知道真实的一面 可是到现在 在中国的媒体当中 还是歌舞升平的话 我们就想想 后面几天将会发生 什么样的事情 通篇文章里 他提到的就是这么个概念 而这个概念展现出来的 恰恰是这个体制所造成的 如果今天任何一方得胜了 他不能放弃这个体制的话 那就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同样会重复同样的事情 我们这一代重复了 我们下一代可能还会重复 而我们隔一代的人 将会依然重复着 因为今天是太子党 明天就是孙子 后天就是大了孙 国家永远是他们 不是咱老百姓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